廣州市區各級各類醫療機構普通門診急診就診人員 憑健康碼綠碼就可以通行 新入院住院患者及其培護人員 憑24小時核酸陰性證明辦理入院 呂曉雯報道 目前市內多家醫院優化預檢分診措施 憑綠碼通行就診人員要正確佩戴口罩 配合醫院做好四必查一詢問 有很多短信文件是綠碼通行 健康碼和一個數個健康申報卡 如果老人就沒有手機的情況下 我們可以老人證就可以顯示他有錄碼 新穩定的老人卡都可以顯示到他的錄碼 新入院住院患者及其培護人員 要憑24小時核酸陰性證明辦理入院 有發熱等症狀的就診者 要到醫院發熱門診就診 廣州電視記者呂曉雯報道 我不是在這裏 你也不是在這裏 我不是在這裏 我不是在裏